为什么要挖斗 挖斗呢 我们有四个目的 第一个呢 我挖斗的就空旺啊 那我们为什么空呢 其实呢就是以前没堆苗啊 以前番茄长得这么高的时候 我们要 是不是要干旱啊 堆苗 然后呢 划除 把表层给灌掉 现在呢 用了第一罐 划除不方便 然后呢 你干旱干旱的容易烧病毒啊 所以我们的方式呢 空旺方式就挖斗啊 挖斗之后呢 去掉顶料油射 让它多长肝啊 所以说呢 第一个就空旺 空旺的目的呢 一个是促进长肝 第二个呢 促进开花结果 第二个呢 我们挖斗的目的呢 让它多生肝啊 你这挖斗之后啊 挖斗之后啊 从这里经质上啊 产生大量的根系 这些根系呢啊 在中后期起个促进生长作用啊 中后期之后呢 有可能欧肝 有可能早衰 这样经质再生肝之后呢啊 就是能延续它的生命啊 第三个呢 我们挖斗的目的 降低结果的位置啊 如果你不挖斗的话 在这个位置结果 在这位结果之后呢 上面呢啊 一万一米八 就手接两岁管 你挖斗之后呢 我们结果位置降低了 降低了之后呢 能够多接两岁管 然后第四个呢 我们为什么挖斗 挖斗能防病毒啊 为什么挖斗能防病毒呢 前期的时候啊 没开往之前 你挖斗了啊 这个新烧啊 贴着地面 室度大 室度大之后呢 不容易烧病毒啊 然后呢 长得忘了 那靠面的墙了 它得直立起来 它那病毒病啊 就不容易发生了 所以说呢 我们挖斗的四个目的啊 一个是空旺 促进掌杆 第二个呢 产生辅助杆 第三个呢 我们是空旺促进开花 第四个呢 我们降低结果位置 再一个呢 我们为了防病毒 这就是我们挖斗的目的 好